和同学在各景点拍下一张张照片 就算下雨撑伞 心情看似也不受影响 因为这是等了好久的毕业旅行 但现在却有学生玩的不愉快 把三天的经历写成长篇文章 屏东这一所国中 18号这天举办为期三天的毕业旅行 第一天从学校出发 先到台中科博馆 午餐过后一路往北来到淡水老街 第二天是台北一日游 最后一天安排六福村主题乐园 接着回程 花了五千七百元 却遭部分学生指控 师生菜色不一样 餐点味道怪怪之外 雨天的应变能力不佳 未发雨具等等 害他们淋得全身失 简直是把钱丢到水沟里 更要大家品品力 行程日早就预定好了 那天气的因素我们也很难掌控 大部分的学生都有带雨具下去 学生不知道我们有提供雨 我们这个方面我们也在做 这个加强教育 让学生知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处理 赶快去买了两大箱的纸巾 信尚火线说明 强调事前都有提醒要必带的随身物品 现场也有准备额外雨衣 当天可能是学生资讯有落差 而针对费用部分 有人剖出类似行程 四年前却只要四千两百元 因此旅行社也做出说明 行社来照标所订定的价格 那这个部分是公开的 非常好的换店 我们没有裁判 我们总共一班一车 高雄的部分都是六千一 学校毕履引发学生两派看法 恐怕有了这次经验之后 校方未来对于突发状况处置 也能更及时 避免再有抱怨声浪 华视新闻里完成信任 周梦翰评冻报道